哈囉 我是女王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鬼月專題 情路上的鬼 夜路走多必會遇到鬼 情路走多難免我們也會遇到一些鬼 你會遇到什麼類型的鬼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個就是大家最容易遇到的 叫做偷吃鬼 為什麼好端端的他會想要偷吃呢 其實不一定是你哪裡不好 而是他們本身就是很愛偷吃 第一個他可能就是很喜歡新鮮感 他可以同時跟好多個在一起 再來呢他覺得可以從偷吃這個情況得到滿足 有一種做壞事的快感 第三個呢就是他很容易寂寞 可能你只要不在他身邊 他就想要找別人這樣子 我覺得是鬼裡面最可怕的一種 所以大家真的要超渡他們 哈哈哈哈 嘿 設計水杯也太高了吧 自己看 自己水杯挺高 就這樣你每次都要泡澡 那我沒用泡 有啊 每次都泡澡 難怪水杯那麼高 我頭髮那麼短 頭髮那麼長 四百斤你用比較多 而且我舒差五天 水杯也沒有補載用 所以你應該要鋪鋪一點吧 好Number的很酸 但是除以二雷是15 所以這夠料我一天是出三十天 所以是十天 然後我出三十天就十天 然後你出三十天就二十天 所以我是出三二之一 然後你出三五之二 第二個鬼呢就是小氣鬼 大家很容易把小氣跟節儉 這件事情毀腰 小氣的人他們其實是很愛計較 譬如說 他做什麼事情都是要跟他計較說 啊我做的比較多 他做的比較少 他可能出去吃飯都算得很清楚 高速公路過路費要跟你分一半 呵呵很誇張 如果你跟他結了婚之後 你真的就是一輩子的困擾好不好 第三種鬼呢叫做潛水鬼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啊 很容易找不到人 常常就是手機沒電 或者是說他要跟你約 然後就突然失蹤 然後他常常約你的時候 就是約在那種很奇怪的時間 譬如說晚上十一點之後才約你說 嗨你有空嗎 就是約泡啊 如果呢他常都是很臨時約你的話 你可能要小心他 他可能把你當備胎喔 欸 幫我拿著 欸 幫我拿來打那個小金 不要 幫我不要 等一下再出門啊 我趕著出門 你要去拿 你有沒有跟我生氣 我手可以你生氣 你等一下我給你生氣 你怎麼需要跟我生氣啊 受夠了我會讓他走 好啊 第四種鬼呢 叫做遙控鬼 就是一直要遙控你的人 其實控制狂呢 就是一種恐怖情人的徵兆 那你可能就會以為 他太愛你了 所以他才會忍不住想要控制你 你可能會失去自己的生活圈 失去自己的朋友 到最後你可能就一無所有 只有他 他就更好控制你了 他很不容易信任別人 他常常會讓你覺得愧疚 就是他常常會讓你覺得說 你可能要做什麼事情去交換這樣子 Oh my god 這是我一直很想買的包包耶 不行啦 那包有點貴耶 有點貴 是誰說我可以選我自己的生日禮物的 你聽我說 你買這個包 我要工作三個月才買一期 可三個月還好吧 你這樣就是不愛我的表現啦 好啦好啦不要生氣啦 好啦我們去買吧 YES 最後一個鬼叫做吸血鬼 他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炸乾淨 心靈層面或者是經濟層面 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會覺得說 他自己一直被消耗 他會對你予取予求說 你要幫他做什麼才是愛 你要為他放棄什麼才是愛 就是一直要你去犧牲 一直要你去放棄這樣 鬼越道雖然開這個玩笑 但是希望大家呢 在情路上不要遇到鬼 人鬼舒服好不好 就是不要用自己去拯救他們 因為我覺得人是很難改變的 如果你想要覺得說 你要跟他在想要改變對方 其實是真的非常難 不如重返人間 那那些鬼呢 我們就超渡他吧 就給他一些貢品 拜拜吧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喔 然後訂閱我們的TalkTV頻道 謝謝